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要选取一些超市 比如说在这个图片中最下面这一行 比如沃尔玛 Kroger LD 还有Cable Law 这些超市都是美国最低端的超市 这超市是最正常的超市 往上一层就是高级一点的 Target Mayer或者是Sams Costco 他们卖一些有机食品 但是价格并不是非常离谱 最上面两个价格比较离谱 一个Tradio 一个是whole food 这两个超市卖的东西就非常贵 我记得好像whole food更贵一点 Tradio还稍微的正常一点 那么我们就来开始看看我们的收入能买什么东西吧 首先我们先关注肉蛋奶 那么在美国买18个鸡蛋大概需要2块4毛9 那个鸡蛋不是特别大 这个Large White X不是特别大 就是正常size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收入中位数的话 你可以买830块鸡蛋 你可以自己去对比 因为都把它算出来了 煮好了 你可以去看看你到底这个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除了鸡蛋以外 我还有牛奶 牛奶的话大概是2块8毛9一桶 一桶是一加仑 一加仑大概是3.7成 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牛奶是什么样 大概这个一桶牛奶够我喝一周的样子 一周可能都喝不完 所以说中位数的话可能也就是能买个700桶牛奶的样子 那么看糖 糖的话呢 大家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美国人用的比较多 所以一袋糖大概是4磅 4磅糖的话大概是5块钱 美国糖是很便宜的 因为吃的很多嘛 这边的人 所以如果你要是就买这么大袋的糖 这个糖很大袋 那你可以买400袋糖的样子 如果就是按照中位数收入来说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看面粉 面粉的话呢 这是5磅一袋的面粉 面粉也很便宜 大概是2块5的一袋 所以说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购买情况 然后呢 这个是在美国非常常吃的东西 就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的话呢 这一磅 这一盒是2磅 大概一磅的意大利面我可以吃4次 所以2磅的意大利面呢 我大概可以吃8次 可能吃不了8次 可能吃个6次 如果要是吃的多一点的话 如果吃的少一点的话吃8次 所以这一盒2磅的意大利面大概是2块钱 所以这一盒意大利面的话 我能吃8次的话 那就相当于能吃个3天到4天的样子 如果要是吃个3天的话 你想这一个月的话也就买个10盒这样的面就行了 那10盒这样的面其实也就20块钱而已 那我们继续看 那意大利面 你要有意大利面的话 你也得配意大利面的酱 对不对 那我吃的酱的话得带一点肉 不带点肉的话 它真的是吃不下去 就是这个酱就已经可以干拌面吃了 如果你要是想吃的好一点 再弄点什么烤点羊肉啊烤点牛肉啊之类的吃 那会成本会高一点 这一瓶酱大概能吃一周的样子吧 所以说我估计一个月的话 其实也就花个十几刀就能让这个面和能够把这个酱弄好 那面差不多20刀 那酱大概十几刀 那可能加在一起一个月 可能也就40块钱就能把这个意大利面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那看看牛肉 在美国牛肉呢 经常打折 这个我截的个图是没有打折的 那这个图大概是7.99一磅 那如果是打折的话可能大概在5.996.99这样子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的物价是很便宜的 可能那时候牛肉可能最打折便宜的时候给这1.5一磅 贵的时候可能2块多一磅 现在你去一些国际超市可能还能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牛肉 但是现在牛肉确实是涨价的很非常疯狂 那么我们看看鸡肉 鸡肉呢是美国人的主食吧 因为鸡肉比较便宜 然后这个鸡肉呢 比如说这个肉吧是买一个送两盒 买一送二 买一送 不是 buy one get two free 应该是 我不知道他是买一送一还是买一送二 反正差不多就是1块5 1块的大概这样一个价格 如果你这个这个牌子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是1块钱的话 你可以大概买2000磅的鸡肉 2000磅的话差不多就是 2000斤吧就是2000斤再乘以0.9 大概就是1800斤 1800斤的话差不多能买一吨多的鸡肉 然后如果要是你这个按照2块钱来算的话 就是这么多 如果按照0.5块钱算的话是这么多 这种0.5块钱的鸡肉就是 沃尔玛里面那种超大袋的那种感觉像是那种 这种餐馆才会买那种鸡肉 那种超大袋的那种鸡肉我都不太敢吃 当然餐馆里肯定会给你有那种肉吃啊 但是我要是把那个肉买坏肯定是被猫被狗用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猪肉 那么在美国买猪肉的话呢 其实也还是蛮便宜的 猪肉呢是比鸡肉贵比牛肉便宜的这么一种东西 所以说大概是2块5或者3块一磅的样子 所以可以买这么多的猪肉 那么来看看鱼肉 鱼肉的话呢在这边吃的最多的鱼肉呢 可能是这个鲶鱼 因为它别的鱼吧都有就是 它都不是很好挑刺 所以那些鱼呢 要不然它就是卖整只的 我不爱吃带刺的鱼 要不然它就是卖 它也是卖这种就是片红的这种肉 那种肉呢都特别贵 因为它没有刺的地方比较少 鲶鱼身上没有刺的地方比较多嘛 所以说鲶鱼就比较便宜 如果要是买罗飞鱼之类的 可能是这个价格的2倍或者3倍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除一下看看你的购买率如何 然后呢买虾的话呢 虾在美国是比较贵的东西 尤其是内陆的州是比较贵的东西 那么这个虾的话大概是可能一磅的 这个12盎司的话应该差不多是零点几磅吧 零点九磅零点八磅的样子 所以虾其实还是蛮贵的 一磅的虾的话在美国如果是你买这种熟的会比较贵 因为它煮的以后它就脱水了 然后它又冻起来它就会比较贵 而且它是large 它比较大的尺寸 如果你买小一点的虾 然后再什么的话 一磅的话可能是3块9毛9的样子 4块9毛9的样子 所以虾还是可以的 价格并不是特别的贵 那么我们还得买点甜品 让我们的生活充实一下 这个蛋糕大小呢 不是那种很大的蛋糕 这个蛋糕大小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size吧 可能大概是10块钱的样子 这个蛋糕呢 确实是比别的蛋糕要好吃 它的奶油呢 它上面用的是奶油 而用的不是这个糖霜 美国有那种糖 就是用那种糖做出来的一个一个啾那样子 叫cupcake 那种cake特别的腻 所以说呢想买一个好一点的蛋糕呢 还是有一点点贵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生活中必备的这个肥宅快乐片 对吧 肥宅快乐片的话 在美国还是挺贵的 那一袋需要差不多五刀的样子吧 但这是这是party size 就是开聚会的这种size 它是非常大的 这一袋差不多有一磅的重量 所以这一袋的话能吃 我这一袋只想能吃一周的样子 这个袋子还是蛮大的 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植物油 植物油呢在美国其实也是蛮便宜的吧 这个因为美国人嘛主要喜欢吃甜的东西 还要选吃油炸的东西 甜的东西油炸东西就导致面呀 然后糖啊还有油啊 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的便宜 所以它的价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新鲜的果蔬 新鲜的果蔬 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是西兰花 西兰花一磅是两块两毛九 还有更便宜的是冻着的 冻着的可能一块一磅的样子吧 但是冻着那种呢 它就是给你切好切成碎的 然后有放微波炉里就可以直接开吃的那种东西 所以那东西非常方便 但是呢质量稍微差一点 因为它冻过以后不是那么的好吃 但是西兰花冻了还可以 所以你想如果你要是按照中位数工资来想的话 你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能买到800磅左右的西兰花 还是挺多的 然后呢就来说说美国最不常吃的东西就是羊肉 羊肉呢特别特别的贵 所以羊肉呢美国人也不怎么吃 所以羊肉呢价格就比较离谱 差不多一磅得至少得有个十刀的样子 如果你要去一些国际超市买冻的 可能我记得最便宜的应该是4块9毛9一磅 一磅就是一斤吧差不多就是一斤吧 一磅差不多是0.9斤 所以也不是这个单位和斤其实差不太多 所以一般就是可以理解为一斤吧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买羊肉的话呢就确实是比较贵的 但是羊肉大家也不怎么吃 主要是用来点缀生活的 就是平时烧个好一下之类的 还是能够提高一些生活质量的 那么再选一个美国人不怎么吃的菜 比如说这个大白菜 那一颗大白菜呢它是按照磅来算的 所以一磅呢都是2块1毛9 所以你买一颗大一点的大白菜可能都得10刀 如果买颗小一点的可能5刀6刀 所以买大白菜呢其实不是很能买 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呢买个1000磅的大白菜 其实一颗大白菜呢都得照着10磅 可能得照着5磅到10磅去 所以说呢这个大白菜呢其实买不了多少的 所以你看在美国超市买美国的东西就会比较便宜 比如什么意大利面呀这种美国人常吃的东西 买糖啊买油啊什么的都很便宜 但如果买一些外国的蔬菜就会比较的贵 那么土豆呢也是比较便宜的东西 这也是美国人经常吃的 那土豆的话呢一块钱一磅吧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土豆呢也是非常便宜的如果你要买批发价的话 可能都能5毛钱一磅 那么我们说的那些东西还有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我平时不怎么常吃的 一些调一些调味用的食材 比如说像洋葱啊还有这个大蒜啊还有小葱啊 这些东西的价格呢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大家不怎么就是不会一个月都吃这些玩意儿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拿来计算也没什么用 就给大家看看价格就好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英特 因为美国呢算是英特的这个产地吧 所以说英特的是非常便宜的 这种英特都是那种 就真的是这种纯紫色车里子 它这个图片找的不对 是这种纯紫色车里子 可能夏天的时候 最便宜的时候是一块两毛九一磅我记得 然后呢贵一点可能是两块钱一磅 然后三块九毛九一磅呢 现在还没有到丰收的季节 还有就是说美国中部的州吧 它就会比较贵一点 因为中部的州它运输成本比较高一点 这个东西需要全冷电运输的 所以说它大概可能是一个月的工资 能够买个五百磅的车里子 这个样子 这是中位数啊 一般华人一般能达到超高级别的这个水平 一元极高在中部州真的不太容易达到 但是呢你停一停对吧 网上做程序员呀 这些的是可能能达到的 那么来看看桃子 那么这个超市呢经常有优惠 尤其在这个大丰收的季节的时候 那么桃子呢大概是一块两毛九一磅 所以呢买桃子呢其实是挺值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经常去超市里面一买就买个三四十磅的桃子 拿回来呢几个人一吃对吧 这个桃子其实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一个东西 而且桃子呢是这么多水果里比较稳定的水果 就是它表现比较稳定 不会出现特别酸呀特别奇怪的味道 一般的都比较甜 不像樱桃 樱桃呢有好处 樱桃你可以在超市里先尝一个对吧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你就买 不好吃的话呢就不买 桃子这个东西呢就是其他水果都尝不了 你不能说白根香蕉吃啊 不能说啃个苹果吃吧 桃子也不能说拿个桃子就尝吧 所以桃子算是这么多水果里发挥比较稳定的水果 它呢这个一般情况下不会都特别酸 不会像橘子一样 所以呢可以买这么多桃子 这个西瓜呢是很大的 这个西瓜大概如果你的水池子不够大的话呢 都放不下 那个水池子得很大 才能把这个西瓜放 它是那种长瓜 椰油瓜可能六块钱吧 如果你要是没有车的话 这个西瓜根本就不可能从超市拎回来 然后可能中位数工资的话 能买个三百多个西瓜 所以这个购买力其实还是蛮好的 然后呢上面讲的这个下面这个香蕉 这个香蕉呢在美国是个非常非常便宜的水果 因为主要是香蕉从南北运过来吧 一个是比较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香蕉 基本上也被美国的这些香蕉公司控制了 所以说呢香蕉呢 一磅也就是五毛六毛钱的样子 这是现在已经物价涨了很多倍的结果 如果是2018年的时候呢 香蕉可能就一毛钱两毛钱的样子 香蕉当年非常便宜 都没有人买 现在呢因为上面的水果变得太贵了 所以大家都去买香蕉了 所以香蕉价格呢也就涨起来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美国最便宜的水果了 那香蕉的话大家一般都不去吃就是普通的香蕉 一般都去吃那个organic的 因为这就贵的一点点吧 这个价格是可以承受的 那么要是买organic的香蕉 就是有机香蕉的话 你可以能一个月吃到3000磅的样子 那绝对能把人吃死 那么美国人呢 他其实不怎么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所以他就喜欢吃罐头 那我们来看这个黄桃罐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参照价值的一个东西 因为美国人吃这个吃的很多 那如果要是按照这个黄桃 一般黄桃罐头可以买这种大包装的 大包装的话大概也就一块钱的样子 也就一瓶一块钱的样子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买这种大包装的黄桃罐头 你可以买2000罐 所以这个肯定是够吃的 绝对能吃出糖尿病的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个一个东西是玉米 在美国买玉米的其实也很便宜 一盒这一瓶玉米呢 如果要是你买大包装的话 一瓶玉米可能也就五毛钱的样子 如果你买这种 这种这还是不是很大包装的 这一瓶 这一瓶玉米可能大概在七毛钱 八毛钱九毛钱的样子 对你要去SAMS的话 一瓶玉米也就五毛钱 还那种特大不惯的 是一加仑惯的玉米 那个都不知道 我要打开那罐玉米的话 美国就真的能把它吃完 我是真的吃不完 这个玉米的话 其实也能买很多 六百块钱 所以在美国买食品是很便宜的 而且很多食品 我上面说的这些食品 他没有加工过的食品 都是不扣税的 这些食品是不含税的 就是你买三块两毛九 买回去就是三块两毛九 他没有税钱 因为他是食品 就是美国政府不对食品征税 然后他价格确实是相当的便宜 所以在美国饿死一个人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我们之后的视频 会给大家讲讲 在美国生活消费的这个 这个消费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汽油的价格呀 还有租房的价格呀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的价格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